奥罗尔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面对强大的牧羊人皮埃尔贝里 当前一点超凡能力都没有的本堂神府纪瑶姆 贝内拿什么压制他 如果说本堂神府是更得到那位隐秘存在宠爱的人 以至于整个小团体都视他为首领 那他应该早就接受恩赐不再是普通人 而如果他迟迟不接受恩赐 那必然是会被排挤的 这种情况下 原本地位全是手腕和心肌谋略 都比不过自身的力量以及与神灵的距离 因为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 奥罗尔只能想到两种解释 一是那个小团体内 纪瑶姆贝内并非真正的首领 他更多只是利用身份的特殊 提供密谋的场合 对达列日地区的永恒列阳教会隐瞒一场 真正的首领另有其人 二是纪瑶姆 贝内不是不接受恩赐 而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让他能直接获取到更强大力量的机会 而无论哪种解释 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 奥罗尔望着那三只绵羊进一步问道 和皮埃尔贝里一起对你们动手的那个人是谁 三只羊各自写起自己的答案 尼奥尔贝斯特 一个叫尼奥尔的牧羊人 他被称为尼奥尔 尼奥尔贝斯特 他也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奥罗尔认识这个人 他同样是克尔度村一名牧羊人 经常和皮埃尔贝里一起转场放牧 但这次似乎没有提前回来 尼奥尔呢 我在村里没见到他 奥罗尔询问道 那三只羊走了几步 离开已满是单词的地方 找新的空白泥土做起书写 他死了 被我杀死了 我们干掉了他 但还是被抓住了 死于反击 奥罗尔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你们都是非凡者 那三只羊没继续用题字写高原语 以点头这个动作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奥罗尔恩了一声 心里念头急转 皮埃尔贝里和尼奥尔贝斯特的狩猎目标 竟然都是非凡者 这是想做什么 而且还死了一个 要么尼奥尔的实力远不如皮埃尔 要么他们是通过N次获得的力量 且掌握的还不是那么熟练 在超凡战斗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点问题 奥罗尔再次看着那三只羊道 你们知不知道皮埃尔抓你们是为了什么 那三只羊又各自做起书写 我听他提到过神和奉献 可能是用于血迹 我怀疑他想把我们献祭给邪神 果然非凡者灵性极高又身怀特性 是比普通人强很多倍的祭品 更能取悦邪神皮埃尔贝里和尼奥尔贝斯特 以转场牧羊为掩盖 去其他国家抓非凡者来献祭 这样确实不太容易引起本地官方的注意 奥罗尔威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他郑重问道 皮埃尔提到过那个神的尊名吗 或者说把你们变成羊的那个仪式 是向谁祈求 那三只羊同时一愣 仿佛陷入了回忆 紧接着 他们齐齐低下脑袋 向面前的泥土伸出了蹄子 不知为什么 奥罗尔突然感觉周围阴冷暗淡了许多 就像高空的太阳正好被乌云遮住 又恰巧有山间凉风吹过 那三只羊开始了书写 奥罗尔灵性直觉有了强烈的预警 当即喊道 等一下 那三只羊刷得抬头望向了他 他们的眼角不知什么时候已流下血色的泪水 脸旁的皮毛乌脊斑斑 甚是吓人 下一秒 那三只羊继续做起书写 奥罗尔连忙转身 急速奔向栅栏边缘 等他脱离羊圈 回头望去时那三只羊正沐浴在高空洒落的阳光里 要不是他们脸上还残留着血色痕迹 一切毫无异常 普通普通 奥罗尔的心脏还在狂跳 他一边喘气一边庆幸 如果不是我掌握初步封印眼睛的秘书前 时不时就会看见不该看见的酒精考验直觉强大 刚才真反应不过来 他随即掏出铁黑色的粉末 将它们抛向了羊圈 你土地上那些单词顿时被无形的手抹掉了 至于羊脸的污渍 奥罗尔难以用法术清理 也不敢靠拢过去 直接用水来擦洗 他担心那三只羊已经和刚才不同 有潜藏的危险性 老酒馆内 喝着淡绿色苦爱酒的卢米安 右手手肘撑着吧台 随意地环顾了一圈 他没看到那位神秘的女士 也未发现莱恩 利亚 瓦伦泰 这三个外乡人 前者 他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出现 只能碰运气 后面三位 他认为他们应该正在村里漫步 找人闲聊 其实 我是有机会结婚的 以喝完一杯苦爱酒的皮埃尔贝里 端起新的淡绿色液体 叙叙叨叨叨 是吗 卢米安嘲笑道 有谁能看上一个牧羊人 皮埃尔叹了口气道 我们转场 去的平原草场 大部分都有主人 不是哪位庄园主的 就是附近村子的 要想放牧 要么交牧场睡 要么娶一个村里的姑娘 定居在哪里 这可是好事啊 对牧羊人来说 卢米安笑道 皮埃尔抿了口苦爱酒 侧头看了他一眼 得那个姑娘能看上你 而且不能要嫁长 那次 正好有个姑娘觉得我不错 不嫌弃 我是个穷光蛋 牧羊人愿意和我结婚 她是不是很傻 是的 卢米安诚实点头 皮埃尔端着淡绿色的苦爱酒 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到 后来他死了 他在成交工厂工作 太累了 生了肠病 我跑了好几个教堂 找神父给他祈祷 找医生给他治病 但都没有用 那天之后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卢米安抿了口苦爱酒 皮埃尔脸上 闪过了愤恨的情绪 那些身上 长肉下面拉屎的人 根本拯救不了我们 身体长得不是肉 下面不用拉屎的可以吗 卢米安反问 皮埃尔低笑了两声 那是圣人和天使 可他们会看向我们吗 卢米安折了一声 那你为什么还去教堂 找本堂神父祷告 他不仅身上长得是肉 下面拉得是屎 而且还喜欢睡女人 皮埃尔再次侧头 扫了卢米安一眼 你不懂 他有某种知性 能拯救我们的灵魂 知性 卢米安对这个词不太理解 皮埃尔又喝了口淡绿色的苦爱酒 似乎没听到这个问题 卢米安也不敢深入打听 转而聊道 我听人说 你一两点就去过教堂了 为什么三四点还要去 皮埃尔温和笑道 下午可以和有同样知性的人聊天 他没否认午后去过教堂 卢米安顿时松了口气 至少目前看来 还没有别的人能保留记忆 干涉历史的进程 他怀疑皮埃尔贝利午后去教堂 是和本堂神府提前做一下沟通 下午三四点才是小团体的交流 喝过酒 见晚餐时间一到 卢米安和皮埃尔贝利分别 往自家返回 走至一条僻静小道时 本堂神府的弟弟彭斯贝内 领着几个打手 突然从岔路进来 将他堵住 身材健硕 黑发蓝眼的彭斯贝内 望着卢米安 争鸣笑道 你下午很会恶作剧吗 一定要在教堂 耽搁我们的时间 要不是本堂神府在那里 我当时就揍你了 混蛋小子 来吃你爸爸彭斯的某某 卢米安先是为这家伙的愚蠢 愣了一秒 继而一阵狂喜 他和奥罗尔的判断没有错 上上次循环里 纳罗卡葬礼前 彭斯贝内应该还没有获得超凡力量 能闻到危险的气息 他现在竟然敢来赌一个非凡者 卢米安毫不犹豫 转过身体 狂奔了起来 彭斯和他的打手们紧随其后 可他们刚冲出这条 有两栋建筑家出的小道 就失去了目标的踪迹 彭斯贝内左右看了一眼 吩咐其手下 到处找找 他觉得卢米安没可能跑那么快 应该就躲在附近 那几个打手立刻四散开来 搜寻附近隐蔽处 只剩下彭斯贝内一个人 站在小路入口 爬到旁边房屋二楼的卢米安健壮 黑了一声 直接跳向彭斯 哼 彭斯被巨大的力量撞翻在地 气血翻滚 眼前发黑 短暂失去了战斗能力 要不是卢米安有所收敛 没直接砸他身上 他可能还得断几根骨头 卢米安顺势站起 弯腰抓住彭斯的左右小臂 对他笑道 来 咱们亲近亲近 抢在彭斯反抗前 他将对方拉向自己怀里 膝盖顶了过去 扑的一声 彭斯的眼珠都快要瞪了出来 脸上写满了极度的痛苦 扑通 卢米安松手 任由这家伙倒在地上 蜷缩成虾米 他随即在几个打手跑回来前 转身奔入小路 消失在了尽头 兼职客厅 餐厅的厨房内 卢米安将自己这边的情况通报 给了姐姐 皮埃尔贝里下午又去了教堂 可以确认 彭斯贝内现在还没有超凡能力 奥罗尔轻轻汗手 说起自己的遭遇 尤其最后那未知的 莫名的危险 卢米安思索了一阵道 那位神秘的女士说过 某些存在 仅仅只是知道 它的存在 就可能导致你受到污染